我們剛剛講到這個List of Sault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實機的範例 上面這個是我們已經排序網壁的情況 但是排序的情況 這個資料它沒有真正落到它應該去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排序網壁之後 試用一個List 那這個List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Link List 試用一個List把它串起來 那這個First等於4 代表說我們這裡面的資料最小的那個是4 再放在第4個位置 這個Link A就是它下一個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稍微把它追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Key的值 就是我們要搜的資料 實際的內容是1 然後這個它是現在是第一筆資料 它的下一個在哪裡 下一個在2的地方 Link A 記得是它的下一個 Next 等一下我們看看Link B Link B 是它的前一個 Link A 是下一個 所以這個2的下一個 所以在這邊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資料是5 然後這個2的下一個 然後這個2的下一個是6 6的資料是11 所以這邊感覺上它已經排好了 但是它沒有實際把資料放到它進去的位置 它只是用那個類似Link List的東西把它串起來 所以就是2的下一個是6 6的下一個是8 6的下一個是8在這裡 然後下一個是10 那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個資料 真正把它拔到第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List的Soft 我們要把資料真正拔到它真正的位置 那我們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再加入一個Link 那這個Link就是指到它前一個 這個Bank Word Bank Word是向貨值的 也就指到它前一個啦 就指到它前一個 所以我們把它注明一下 這是前一個 Link A 是下一個 這是前一個 那所以呢這個第一筆資料 它前一個沒有 前一個是0 前一個是秒 所以指到0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二筆資料 它的前一個呢 前一個是4 因為這個4的下一個是這個 這個2 它是下一個 它2的它前一個就是這個4 所以我們就 你可以把我們的這個東西 把它的這個前一個的這個指標通話記下來 這個可以建立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搬動這個位置 那我們當然首先就是要把這個 第4比這個R4這個資料 真的把它放到第一個位置 那可是第一個位置有人在那邊了 所以第4個跟第1個就要交換 好所以我們就把第1個跟第4個交換 那交換之後啊 我們就要把那個有受到影響的那個 前後的Link 要把它修正一下 那我們看看這個 當時有受到影響是什麼呢 是這個1 這個1跟這個1 這個1是什麼 這個1代表這個1 這兩個1是原來講的是這個1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這個他的另一個A 他的下一個是9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9的前一個是1 還有這個10是他的前一個 另一個B是標準他前一個 所以26的前一個 26的前一個是19 19的下一個就是第一個位置的結果26 好那你先把這個R1的位置啊 把它移動了 那移動的話就這兩個指標 這兩個指當然要改 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好所以現在把這個 1 2 這個1 2把他跟這個真正的這個 對把他搬到真正的位置這邊來 好那就是這樣的 1 2搬到真正的位置 然後你把剛剛那個第4個把他搬過來 那這時候這兩個要改 他不再是1的 他的10是4 你就要改 那你怎麼知道說 哪個地方要改 因為我們有前後的link 我們當然知道 我的下一個在什麼地方 我的前一個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看一下 對於這個第4個人有沒有 他的下一個是9 所以你就會知道到9的地方 到9的地方 把他的前一個改掉 因為他知道他下一個 所以這個直接跳這個9 直接跳到這邊來 你就知道 我要把他的前一個改掉 然後這邊這個 他的前一個是10 所以你可以直接跳到10這邊來 把他的下一個把他改成10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 在裡面全部搜尋 而是你知道這兩個link之後 你就可以跳到相對應的位置 把他相對應的這個指標改掉 好 所以我們的那個List of salt 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再下來 第一個已經放到正確位置了 再下第二個要放進來 那這個什麼 1的這一筆 他的下一個在2的地方 在2的地方 那2的地方 所以2的地方正確了 所以這個2的地方就正確了 所以也不用動了 就是正確了 然後現在準備放 準備放 放第三個 那2的下一個是6 所以要把6把它按到第三個位置 所以準備這個跟第三個位置要交換 這個也要交換 好那我們要交換之前 我們也稍微看一下 跟這個第三個有影響在這裡 這個是原來 這個是原來 他這個是代表第三個 可是他交換之後 他就不在第三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會有影響 好 所以呢 這個我們現在把第三個把它放過來 這個把它放過來 那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被改掉了 就是我們剛原來指的這個地方是改掉的 那也是一樣 你這個怎麼改他呢 你也是直接指到他的 因為這個 你這邊的話 他的前一個 他的前一個在第五個位置 所以第五個位置 這個下一個 他的下一個 這邊可能6 因為他已經放到第六個位置 好 那這個 1 2 3都弄好了 然後接下來是 準備要放第四個進來 那第四個是什麼呢 看這個 他的下一個在8 所以準備把這個放到第四個位置 所以這兩個要交換 那這兩個要交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要交換 這個原來在第四個位置 我們也先通關一下答案 那第四個位置的 其實就是 跟第四個位置有關了 現在這個 跟這邊要交換 那跟第四個位置有關的就是這個 這邊有個4 這邊也有4 那你換過去之後 他就不在第四個位置 所以下一次我們把它交換 這個把它交換 放過來之後 這兩個就不在第四個位置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各位我們這個講義 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好像這個幾度 都要改啊 如果你的講義 跟我現在的這個 白蘭桑不一樣 都要改啊 因為我前幾天有脆死過一遍 然後這個裡面 這個數字還蠻多的 我脆死一遍 那好像有幾個標誌寫錯了 原來講義寫錯了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依此類推 慢慢慢慢把你的這個資料 把它搬到你的對應的位置 然後你在搬的過程當中 你的那些指標要改 那這個就是所謂 list source 比較錯的事情 那這種做法就是等於是什麼 到最後啊 我們等於是 我已經做了完畢之後 到最後 我們再真正的把資料把它 一次把它搬以後 那這樣的話可以接著 我們搬資料的時間 好 這個搬資料的這個方法 這個普魂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普魂我們也在這個客廈上 我們也不準備trace 所以我就是留給各位回家去trace 再下來啊 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叫做 叫做 table salt 那這個方式是實際上就是 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這個 list source 它不適合什麼 它不適合 quit source 也不適合hip source 那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每一次那個quit source 或者hip source 它交換的資料的位置啊 不是在隔壁啊 跳得很遠 它的位置交換的資料不是在隔壁 它跳得很遠 那這個跳得很遠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是用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方式 那當然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看最像這句話 這個也適用於所有的縮頂的方法 不是只有quit source 其他這個縮頂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等於是我們整理這個 第二種方法 這個叫table縮頂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方法 這個範例它不再是一個linked歷史的 它不是說 我這個資料的下一筆知道在哪裡 這個已經不再是其他意思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些資料裡面最小的是這個12 所以12應該放到第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3代表什麼意思呢 3就是目前我真正要放在第一個位置 那個資料現在目前要放在第三個位置 再說一遍 這個3代表什麼意思 未來我真正要放的資料 目前在第三個位置 目前在第三個位置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2什麼意思 這個2就是 未來我真正要放在第二位置資料 目前在14個地方 這個8什麼意思呢 這個8什麼意思呢 未來我真正要放到第三個位置 這資料目前在第8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12最小 這個14 再下一個就是18 所以這個是18 再下一個是這個5 下一個就是26 好 那所以這一串的東西 這一串的東西 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Permincation Permincation就是我們在什麼 講排列組裡面的排列 Permincation就是排列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排列 那這個排列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Permincation cycle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 魏蘭林的3 魏蘭林的3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3 魏蘭林的8 魏蘭林的8在這邊 就是 然後這個呢 魏蘭林的6在這裡 然後魏蘭林的1在這裡 好 那所以我們如果解讀這個11386 你看到3 然後這個是8 8看這個地方 然後又再看這個地方 然後1又回到原來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一個cycle 這個就是一個Permincation cycle 那剛好我們這邊講的 它是Non-Tribute的意思就是 Tribute就是容易的嘛 簡單的 什麼叫Tribute就是 它剛五一個了 這叫Tribute 這是不用做的 那剩下都不是Tribute 所以就是我們叫Non-Tribute Non-Tribute-Permincation cycle 所以我們如果看這個 1 3 8的這個cycl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未來我們要把3的資料 把它搬到1的地方 把8的資料把它搬到3的地方 把6的資料把它搬到8的地方 然後把1的資料 把它搬到6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cycle 再說一遍喔 3這個位置要 這個3的資料搬到1的地方 3的資料搬到1的地方 8的資料搬到3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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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搬到3的地方 然後再下來 6的資料 6的資料搬到8的地方 6的資料搬到8的地方 6的資料在這個地方 然後代表是 這個1的資料搬到6的地方 好 所以呢 或者這樣講也可以就是 R1目前的資料在3的地方 就是3的資料搬到1的地方 或者是R1的資料是目前搬到3 那你要把它搬過來 好 還有呢 這個R3的資料目前在8 所以要從8的資料 就要把它搬到3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形成一個cycle 好 那這個形成一個cycle 如果我們能夠把它解析出來 它形成一個cycle 那接下來是你說容易的 這個就是互相要融洞 它是一個cycle 所以就是什麼 3的資料搬到1的地方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做 因爲已經B是1的 從這邊開始做 那1的先把它搬到右轉子空間 所以1的先把它搬到右轉子空間 然後把3的資料搬過來 然後再過來把8的資料搬過來 再下來呢 把這個 這個是6嘛 所以把第6要搬到這邊來 這個是1嘛 再下來就是把1的資料 1的資料在哪裡 1的資料在這裡 這是我們剛剛摸到外面去的1的資料 這個就是一個cycle 那這個cycle做完之後 這個cycle做完之後 就是這幾個 橙色這幾個就有050 所以這個cycle做完之後呢 跟那幾個就已經完成了 再下來是另外一個cycle 那另外一個cycle的話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再把它做一遍 把這幾個 這幾個位置把它弄對了 那這幾個就是 這個 你這個資料來源是5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是5 你要把它搬過來 這個就不對了 然後再過來就是 你這個資料來源是7 所以你要把睫毛排過來就對了 再把你這個資料來源是4 從第4個搬過來就對了 那搬完畢之後呢 他們最後已經就位了 那就位當然之後 這一支要給你太好興趣了 好 那以上這個叫做paperstore 好 那我們再強調一遍 因為你在sword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真正去移動原來的塑料 所以你要抓資料來比較說是怎麼抓的 你說我在現在放在第一個位置 放在第一個位置的資料 它實際上在第三個位置 所以你就是要用什麼 這個3 來指導你要去取的資料這個地方來 然後才能夠把那個cima做得很像 所以這個我們在前面的這一頁所談的 這個叫做indirect reference indirect reference 間接的 不是直接 indirect是間接的 間接的 間接的參考到資料 那什麼叫直接呢 如果你寫A掛號1 如果你寫A掛號1 這個A掛號1 那你直接拿到這個 這個叫直接 那可是我們這裡這個T3 你不用直接拿到T3的資料 T3不是你自己的資料 T裡面的T1 它裡面的只是等於3 這個這個不是你 就是你不用從T3裡面去拿資料 那你怎麼辦呢 你剛才說 從這個A然後呢 C掛號1 要用什麼方法去拿到你的資料 C掛號1等於3 所以你就會拿到A3的資料 那這個方式就是多一處的assess 這是叫indirect 這個間接的assess 好那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你要拿到資料的時候 是用這種方式拿到 A掛號T1 T1表示他現在台語 現在目前台語在B這個位置 但是呢 你的真正的資料 不是放在B位置 你是放在C罐的地方 然後你要拿到東西 所以我們來說做比較的時候呢 不再是A掛號1 而是A掛號T掛號I做比較好 而是A掛號T掛號I做比較好 是這樣的拿到比較好 好那這個 接下來這個也是我們的 TableSort的code 那這些code在這邊呢 我們都比較費手 我們就都有點多費錢 都比較費手 好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稍微做一下結論 就是喔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都收緊的結論 第一個就是 沒有一個演算法 是完美的 就是沒有一個演算法 都是在所有的情況之下都是最好的 這個沒有 再來我們各位對每一個演算法 稍微做一下comment 演算性Sort的呢 什麼時候比較好 就是你的資料啊 已經是部分Sort皇帝的時候比較好 讓他越多還好的時候呢 是越好 所以這個是演算法的情況 然後再下來就是 這個moji-sort 他在這個worst case的時候呢 他表現是很好的 但是他需要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會比hip-sort還要大 因為你這個兩寸的東西moji的時候呢 會變一三寸 那以後一三寸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那這個hip-sort 剛剛說過的hip-sort就是 那個tree 跟orrel是共用的 那tree的這個orrel的某一部分 然後是tree的一部分 是共用的 所以他沒有多的orrel空間 再來是quiz-sort quiz-sort也有一個 雖然他是很壞 但是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worst case跟他很緊張 這是他的缺點 所以如果有人故意好 會說那我來測試你的program 那你就寫一個 最差的資料給他看不完 他就不行 然後再下來就是 ready-sort 我們剛剛說ready-sort 基本上可以很快 但是這個ready-sort 因為他沒有跟別人在做比較 他是自己的位數 看你十位數、個位數 放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會跟key的size有關 你的key啊 到底有幾個 譬如說我們這個各位學校 各位學校學校有幾個碼 學校有幾碼 十個還有bcm 那有十個碼 所以如果你要把學校sort 你就要 就要十個pass 所以這個ready-sort 就跟你們key的size有關 好這個就是一個總表 實驗複雜度的總表 那當然這個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 這個當然也很難記得住 這個實驗的複雜度是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呢 這個基本上沒有 我們這個google叫你分析啊 你不用記起來 但是你會分析就好 好那比較特別的就是這裡 就是quiz-sort的average跟worst 他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他的quiz-sort的average是n0.n 那你真正要弄資料的時候 當然是看到這個你的平均的狀況 那就是n0.n 可是他worst的cass被叫worst的人品化 其他的這個每一個 然後那worst的cass 跟hervey女性議員都一樣 就是這裡不一樣 好 那這個 我們的課本 也有把這個時間複雜度 相對應的這個實行的效益 把它做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要各位做的作業 只不過各位人沒有畫這個圖 只用一個貼紋把它呈現出來 他這個是畫一個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 右邊這個橫軸這個東西是我們的資料量 那越多資料的話 你所需要的時間就越多 那縱軸就是我們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成長的速度 隱身受的是成長很快的 因為它是O的N平方 所以這條曲線也是一個拋路線的曲線 N平方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多效式裡面的X平方 它是X平方的這個曲線 所以它成長的速度是很快 那剩下這幾個都是N0和N 這幾個都是N0和N 所以它這個成長的這個速度就是比較慢一些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做出來這個實驗裡面 就是這個quixel的 最下面就是最下面 所以這個quixel是比較快的 那基本上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的時間比較跟這個不太一樣的話 那你FORM就有問題 好 再下來 我們剛剛前面所談的那些都是internal收點 那再委屈一下 這個internal收點就是 你可以把所有的資料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所有的資料都是用耳類號 A掛號E A掛號I A掛號J 直接用耳類的資料去做比較 你寫個A掛號I 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資料 因為你全部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那external呢 就是你的資料太大了 無法全部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不能說我想要 你就可以把它讀得到 我這樣不行 那這邊講 這邊談就是 你要SORM的資料太大了 你自己沒辦法 全部放在我們internal macro裡面 所以你就不能用internal收點的方式來做 那資料放在哪裡 大部分我們就把它放在DISC 就放在比較慢的機體裡面 就是放在外部的機體比較慢 好 那這個 當然現在我們的DISC的概念 跟50V不太一樣 傳統DISC是會賺的 你們現在可能看不到DISC了 你們這些都是Fresh memory 看不到了 雖然這個Memory很慢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直接去讀取的 所以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在傳統的DISC裡面 你真的大量資料 你還是放在DISC裡面 在傳統DISC裡面 我們在讀資料的時候 是以一個Block為單位 不是以Byte為單位 Block為單位 這是Block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一次要從我的DISC裡面 去存取資料的單位 就是Block 那這個Block裡 一個Block到底是幾個Byte 這不一定的 看你DISC的結果 不一定的 小一點的DISC可能是1K 1000個Byte 那大的DISC 那大的DISC 可能現在可能 速度到1MbL 就一次讀一個Block進來 這個我們在DISC裡面 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來讀資料 那這跟你的DISC結構有關係 那我們把你表達三個 DISC找什麼樣子 DISC 問一下同學嗎 當然這個題目 現在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同學沒看過DISC吧 黃志漢 DISC DISC找什麼樣子 你的筆畫一樣 DISC找什麼樣子 DISC 發生一點點 你聽不懂 你用工程能力 用鎖子 就劉工程能力 畫一下 DISC找什麼樣子 DISC找什麼 DISC DISC 是不關一層原裝 我知道 我叫DISC DISC DISC 没有,我们都在讲,我们两个基本法律的说法了,我们讲GIS 好 防止汉 来GIS找不到 好 好 你画一下,画一下 你画的是手表的名称吧,这是Omega 好 Wonghead 在哪里? 来GIS找什么样的 一个一个圆圆的叠叠叠 一个连圆圆叠叠叠叠 你是有多少店,是连圆圆或是网局的吗? 好,GIS基本上是远 OK好,GIS基本上是远 GIS基本上是远 Disk基本上是圓的 有沒有看過 不過現在這個唱歌Disk裡面看不到了 因為現在大家有什麼樣看的 所以大家那個什麼 唱歌Disk從裡面看到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仔細拿出來看 Disk是圓的 然後Disk它其實是很多個同心圓 很多個同心圓 每一個同心圓叫做一個Track 軌道 每一個同心圓叫做Track 軌道 如果你這個Disk 是好幾個Disk疊在一起的 那你從上以下看的話 同心圓形成同心圓就是一個圓柱體 所以叫吸引的 吸引的叫圓柱體 這是軌道啊 吸引的是圓柱體啊 所以你從上以下看 如果好幾片同心圓 疊在一起 它就變成一個圓柱體 那 Disk Disk 會有一個讀寫頭 讀寫頭 讀寫頭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 這個讀寫頭 有沒有看到 這是讀寫頭啊 當時為什麼 特別買這一支 為了解釋 什麼叫第十個讀寫頭 所以第十個讀寫頭 要讀寫頭 要讀寫頭的時候 上下移動 這樣上下移動 那你要讀到這一圈的資料的話 你一定要移到這個地方來 你才能讀到資料 這個移動到你的這個 Track的地方你才能讀資料 這樣移動的時間 叫做Sick Time 你要移動 這個是一個機械動作 這不是電子式 讀寫頭裡面 這樣有機械動作 那移動啊 這個機械手臂啊 微型的機械手臂啊 它移動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就是 要把你的讀寫頭 移到正確的持軌 這個要花時間 Disk 在運作的時候 它由你才能轉 不管你要不要讀資料 它就在轉 所以 它並不是 肚鐵頭 放到這邊的時候 它才開始轉 它永遠就在轉 好 那假設你現在 想要讀資料 你的這個 肚鐵頭 移到這個位置了 可是你要讀資料 在這裡怎麼辦 是這段怎麼辦 就要等這一段 繞圈圈 繞圈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才讀 這個Disk的頭啊 它不能左右移動 它可能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就是靠你這個 靠你這一圈 先飄過你的讀寫頭的時候 你才可以讀到資料 所以它就一直在那邊轉 好 那你轉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可以讀到資料 從這裡轉到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 延遲時間 延遲時間 延遲就是延遲 延遲時間就是rotation的時間 旋轉時間 你的Disk 那一段的輔的東西 到你的讀寫頭下方 你才能讀得到 這叫reven time 最後 你自動把它讀到資料 那全是離心 time 自動讀到在類似這一段的東西 經過你的讀寫頭下方 你才能讀得到 那些半個圈圈 會經過你的讀寫頭下方 只有一小段的東西 要是你想要讀的 其他都不要 所以這個 真正的tramping time 其實是很短的 好 所以你的讀到 你的Disk的資料 要花到時間 這三分的時間相加 其中這一部分的時間是很短 這一部分才是讀到資料標 這個資料是很短的 我們在讀記憶體的資料的時候 沒有這兩段時間 我們只有蠢蜜迷行 在記憶體裡面 只有蠢蜜迷行 沒有這個什麼 沒有這個 無血頭的移動 沒有尋轉的時間 就只有這項而已 然後我們在Disk裡面 我們在這個記憶體裡面 這個蠢蜜迷行太碼 也比你的Disk要快很多 在記憶體裡面 這個傳輸時間 就比你的Disk要快很多 那現在Disk要 這三個部分的時間 尤其這個部分是機械動作 那你如果不相信 裡面有一個機械手臂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回家把你的電腦拆開來 打破它 Disk拆開 你要有M6精神 Disk一個三千塊 對不對 你把它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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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看裡面到底什麼 三千塊而已 三千塊而已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的這個 Disk拆開 就是資料放在Disk裡面 那這些放在Disk裡面 你不能經常去讀資料的 因為讀一筆資料就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 一旦那個資料把它轉到我們的 記憶體裡面來 就是那個Plug 這個Plug 轉到Disk裡面來的時候 你就要好好善用這個Plug的資料 你要善用它 你不能隨便把它丟掉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讀進來一次 那這樣的話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 引臀龍縮點就是要注意的就是 你讀進來的資料要善用它 好 那這個 Extranal縮點要用哪一個方法來做呢 就是用Modisort Modisort 是最佳的這個Extranal縮點的方法 那我們在這邊就先下課休息 那剛才說這個 OK